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范冰冰事件 其实最近呢也是还是热度不减呢 当然了 这么这个属于好不容易有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了 大家肯定得讨论一阵子嘛 我看那个网上说 我们当然觉得那个8亿多的那个罚金是很多了 但是好像人家一会儿就已经把那个9亿给凑出来了 所以你就想想说明惩罚力度还是不够 对于他们来说这8亿根本不算得 但是我觉得一问就是说 它到底怎么积累出来的这些东西呢 对不对 这是一个难点很好的question mark 对对对 那么这一次范冰冰事件她推倒的多米诺 是蔓延到了新疆的一个偏僻的小城 霍尔果斯 那么在国税总局在今年7月明确是提出了 加强影视行业税收监管 整顿不合规的税收优惠政策开始 这个曾经的一个税收挖地是开始上演了一个大逃离 你看这就是说明怎么样才能够积累出来 可能就跑这霍尔果斯去了 对自6月份以来 已有超过100家的这个霍尔果斯的影视公司 申请注销 那其中就包括了习近雷 还有冯小刚等多位知名艺人 担任法人的这个持股的企业 那么伊犁日报它仅在8月27日一天就刊登了25则注销公告 可见有多少这个公司都是在这边来壮大自己的 这个著名的霍尔果斯 也是今天刚刚知道这么一个非常著名的影视基地 真的是在这个事情之前 我还真不知道就有一个小城的名字叫这个霍尔果斯 我觉得还挺让我长知识了的 后来才是知道这个是原来是一个新疆西北端 与哈萨克斯坦隔阂相望的一座小城 那么也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驿站 那么在哈萨克语中 霍尔果斯的意思是财富积累的地方 在蒙古语当中 霍尔果斯它的意义为骆驼经过的地方 而如今很多人对于霍尔果斯这座小城的认识 是来自于在看电影的时候 在最后走字幕的时候 出品公司的字幕 那看来以后咱们都得看到最后 不然就找不到官窍 最重要的都在后边的彩蛋上 没错这个霍尔果斯实际上 它就是新疆的一个县级市 截至去年底 全市人口只有6.45万人 但却拥有上万家公司 但近几年呢 依照这个免税前五年 免征收前五年企业所得税 这个优惠的税收政策 霍尔果斯就吸引了近万家企业 其中就有上千家 它都是影视传媒类的公司了 那究竟为什么人口如此之少的地方 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公司 除了这个税收政策 而且它重点是 尤其能吸引这个影视公司呢 为什么呢 到底是为什么呢 到底是为什么 这question mark一大堆出来了 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这个霍尔果斯的税收的优惠 因为一带一路战略 霍尔果斯也是被列入了经济特区 为了这个招商引资 国家在给霍尔果斯的公司 是非常大的优惠 比如说交钱少 那么在霍尔果斯的公司 交的税一般比较正常的 要少交的多的多的多 你都不知道 这能少到一半的程度 我们的差距太大了 对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学计算 就比如说一家公司 如果是开在北京朝阳区 它如果是说一年的收入为5000万的话 在北京呢 是要交711万的税 那很高的 而如果是在霍尔果斯的话 只要交308万 那就是一半都不到 是啊 就少了400多万 你说谁会把这个 放在这个重税去呢 那一定 那有这样的机会 肯定大家不会放过的嘛 没错 还有一个其实这个优惠 就是在霍尔果斯注册的公司 上市它就会比较快 那国内是有这么一个规矩的 比如说你是在偏远地区注册的公司 你上市的排期啊 还有条件好像是不一样的 要排队 对对 就是说它这个你可以排到前边去 别的那些发达地区的城市 就要排在后边 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优惠政策 所以说呢 它上市除了比较快之外 还能够得到 政府的一个巨额的奖金 比如主板上市的奖励有200万 中小板上市就是100万 创业板上市50万 新三板挂牌就是奖励30万 那这些优惠针对的公司啊 其中有一类就是影视传媒文化公司了 那当中涉及的明星就太多了 我给你点点名 就比如说这个 吴秀波啊 黄博 赵本山 李湘 刘涛 陈建斌 还有这个什么张嘉义啊 范冰冰啊 徐静雷啊 陈坤啊 还有就是吴奇隆 太多了 对 什么胡军 宁浩 韩寒 这些各行各业 总之就是文语产业所有的这些人 基本上你看嘛 在霍尔果斯少不了几个 我估计你说的这个 也不一定是全部的名单了 不是一个完整的名单啊 但是我们也知道 随着这个影视行业税收乱象的一个爆出啊 美好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那么国税总局呢 在今年7月的时候是明确提出啊 要求各级税务机关是进一步加强 影视行业税收征收的 对不合规的税收优惠的政策是进行整顿 那么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啊 这个曾经的一个税收洼地 是开始上演了一个大逃离了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是说到 自6月份以来 是已经有超过100家的霍尔果斯影视公司 是申请了注销 所以大逃亡了 对 这个大逃离 这个背后啊 还是这个原因是要值得深究的 确实是 那这种现象啊 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 为了这个优惠政策而投资 而在实际操作 操作中 它捞不到便宜 马上就撤走这么一个行为 是的 对 很明显 换不到好处我就走了 马上走了 那当然在资本市场啊 我们说实在话 这个有利可图 无利不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正常的 每个投资人在投资决策时 都会来考虑 有这样的考虑 都是无可厚非 但是风风火火的 资本流动的背后 你带给新疆 带给霍尔果斯这个小城 你有什么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吗 有没有达到这个招商引资 预期的这个成果 我政府也好 政策的这个税收也好 我投入了这么大的精力 你这些公司 到底给我这创造了什么东西 也许就业 然后还有当地的这个福利啊 基建啊 任何东西 也许都没有创造 然后一天之内跑一百家 我明白 我明白 就是我非常明白 你的这种质疑啊 就是因为如果没有 实质性的一个投资啊 只是一个资本的流进流出 不改善投资环境 不带动当地的一个就业啊 旅游开发 或者是房地产等等 这些基础行业的一个发展 这个优惠政策就是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啊 甚至是有可能会带来大量的相关企业 来一个恶性竞争 最后就导致这个得不偿失了 对 破坏环境还有可能给百姓带不来任何的一些 真正的惠民的东西啊 那事实上在钱面前 确实不同人种 不同肤色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大家都想挣钱 越多越好 交的税越少越好 这个可能是不分人种的 只要是人类他就有这种想法 那百姓大就是一个著名的避税港 那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型公司 都在百姓大设有分支和控股公司 荷兰商会就披露 2016年谷歌在爱尔兰 荷兰和百姓大之间 这个倒腾啊 就规避了37亿美元的一个税 那么另外的数据啊 在2018年全球的前十大避税港当中 香港和台湾也都在名单当中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作家就曾经说过 避税港服务的不是百分之一的富人 而是十万分之一的超级富豪 那么在2017年泄露出来的一个天堂文件 就显示啊 很多政治人物大公司 都在这些避税港来避税 其中呢 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在开办群岛和百姆大群岛 放了将近1300万美元 那么苹果啊 那个Facebook在避税港 避了十万亿美元的税 哎呦 真正不可想象 不可想象 确实 其实关于税收效率的问题 中国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来做 对于未来无论是民心还是企业 都应该依法纳税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 也应该加强自律 不搞这个恶性竞争 摸清自身的优势 再来发展经济 不能说我政策和金钱 全部投入了之后 对百姓却没有造成 这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提高 其实这样反而是得不偿失了 好 那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今天的财经事件就先到这里 今天节目台再继续 我们再会